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 这两天呢,美国新哈姆什尔州的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人的初选结束了 特朗普呢,获得了大胜 从现在形势来看呢,特朗普成为共和党2024年总统竞选的提名人 可以说基本上大局已定了 虽然尼克·凯利表示他还会坚持下去 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 从阿亚华的共和党初选和新哈姆什尔的共和党初选 证实了我之前曾经和大家分享过的一些预测 这预测呢,主要是关于美国选民中的中间派 因为支持特朗普的核心阵营,它基本变化不大 这是非常确定的 美国2024年的总统大选 最关键就是要看美国中间派到底怎么行 之前我跟大家就说过 支持尼克·凯利的实际上是共和党中的中间派 但是特朗普在对尼克·凯利的大胜利 这并不是说明共和党的中间派有多么支持特朗普 无论是CNN呢,还是福克斯新闻网 都对参加这两个州共和党初选的共和党选民进行了采访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共和党的中间派 实际上他们是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 其中有不少人投特朗普的票 但他们并没有掩饰他们对特朗普一些问题的反感 但他们之所以选特朗普是因为考虑到特朗普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对于2024年共和党拿下总统竞选要比黑帝更有优势 所以呢,他们是从党派利益考虑选择了特朗普 同样呢,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大部分的美国中间派会以国家利益作为考虑 来选择自己手中的这一票投给谁 因此可以说,现在无论是CNN还是福克斯新闻网的民调 它的准确性都很难保证 因为上一次的总统选举已经显露出 在那些选举的关键周,最终的结果呢 往往是依赖于中间派的投票 而中间派的投票呢,不到最后一分钟 你很难知道他们的选择到底会是怎么样 那么这一届的总统选举 这种情况只会比上一次更加的剧烈 前两天呢,我看到了一张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的形式图 那么基本上和上一次总统选举的形式图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相信这次总统大选 关键周仍然会是内华达、亚利桑那、维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密歇根、乔治亚这几个州 就这四年的情况来看 这些州的形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上一次总统选举在这些州的争夺 很有可能在今年再次上演 既然基本上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已成定局 那么民主党这边肯定也会让拜登再次和特朗普对决 除非拜登的身体出现大的状况 从现在来看呢,这种可能性并不高 不过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到底录此水手 这谁也没有办法准确预测 但是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反对特朗普的人 都开始非常正式的把特朗普归来 作为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认真考虑了 前两天在达沃斯论坛上 就有记者曾经向参加达沃斯的那些欧洲经济的掌舵者 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特朗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那么欧洲将如何应对 那么从欧洲经济的这些掌舵者的回答来看呢 他们的的确确已经开始在认真的考虑 如何应对特朗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从他们的回答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具体的应对措施 最少在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 他们给出的仍然是老生长谈 不过很明显 他们才刻意避免和特朗普的直接对立 这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对世界的命运有巨大影响的精英层 他们始终在回避去讨论 为什么特朗普能够始终成为 对他们形成威胁的危险存在 当然也可能私下里他们什么都明白 但是在台面之上呢 他们必须装作不明白 不管怎么说呢 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 已经基本落实 这当然有很多人开心 有很多人不开心 但实际上呢 从特朗普宣布他要参选开始 每个人的心里边都已经把特朗普和拜登的对决 作为最大的可能性来进行考虑了 而现在这种发展呢 实际上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到底应该选谁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而这也是和他上两次参加总统选举最大的不同 因为特朗普第一次总统选举呢 是要登上总统的位置 所以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完全的把握 那么第二次总统选举呢 特朗普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统位置 他也并没有完全的把握 所以这两次呢 他都需要共和党内部建制派的支持 因此他选择彭斯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这是一种和建制派的妥协 但是上一次总统选举中彭斯的表现 让特朗普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从这一次特朗普宣布他参选之后的表现来看 特朗普对建制派的好感和妥协度 已经比前两次大大减弱了 特朗普这个人的性格呢 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 就是他非常有自信 而且呢 他这种自信 在相当数量的人的眼里和自大是没有区别的 而特朗普现在所显示出的这种自信 让我觉得他和共和党建制派的合作 绝不可能回到他当年选择彭斯 作为他竞选搭档的那种程度 如何当年特朗普和共和党建制派 是联手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这一次 即使特朗普和共和党建制派合作 那也只能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所以呢 在考虑特朗普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现在来看 他选择相对温和中间派的共和党人 作为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 可能性并不高 实际上很多人都说 让尼克黑利 作为他的副总统人选 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尼克黑利 他是中间派 少数族裔 又是女性 还是军人家属 又有人周有成效的从政经历 还担任过联合国大使 有国际关系的处理能力 这可以说是对特朗普绝佳的补充 但是特朗普呢 已经多次表示 他不会选尼克黑利 作为他的副总统人选 而在特朗普的阵营 强烈表态之后 尼克黑利也表示 自己不会去担任任何人的副总统伙伴 再加上在新罕布什尔共产党初选被击败之后 尼克黑利呢 并没有像特朗普所期待的那样 退出共产党内部的竞争 这让特朗普非常恼火 所以呢 二者合作的可能性急剧降低 那么除了尼克黑利 这个最佳选择之外 在特朗普的选择范围之内 还有不少的人选 这里呢 我对大家简单的介绍一样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 可能性比较高的 第一位呢 就是在这次新罕布什尔共产党初选里 对特朗普不遗余力大力支持的 南卡的黑人参议员 提姆斯科特 那么很多人说 他之所以如此表现卖力的支持特朗普 就是为了想赢得特朗普的副总统人选 但用于俗话来说呢 提姆斯科特他的吃相有点难看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提姆斯科特他是南卡的参议员 而他参议员位置最早的确立 是因为当时南卡参议员去世 所以呢 需要由当时南卡的州长尼克黑利 任命一个替代者来过渡 当然尼克黑利呢 就任命了斯科特作为过渡的参议员 这也让斯科特开始了他参议员的生涯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斯科特和黑利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比较紧密的 那么有不少人认为 斯科特这次全力支持特朗普 甚至亲自为特朗普站台 是对他和黑利之间关系的背叛 实际上特朗普本人呢 他的性格让他对这种行为 实际上是非常瞧不起的 那么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在新哈密士尔州初选胜利之后 特朗普在庆祝大会上 但是斯科特呢 正站在他的身后 那么特朗普在他的讲话里 用我们的俗语来说呢 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偏过头 对身后的斯科特说 我记得就是黑利 任命你作为南卡的参议员 那么你得多恨黑利 才会现在全力支持我 那么这句话说的非常有意思 如果说特朗普是为了感谢 斯科特对自己的支持 他照理不应该提这件事情 而特朗普不仅提了 而且他说话的语气 带的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嘲讽的意思 而这个嘲讽的意思呢 并不是对黑利 反而更多的指向的是斯科特 而更关键的细节是 特朗普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并没有指望斯科特的回应 而是打算转过头来 继续他的演讲 不过斯科特站不住了 他马上从后面凑到了话筒旁 从特朗普当时的反应来看 他根本就没有指望斯科特 会回应他之前的话 那么斯科特赶紧抢过话筒 大声地说 这是因为我有多爱你 当然斯科特这么讲呢 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尴尬 但从这一系列的细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特朗普的心中 斯科特根本不是一个 值得他尊重的人 所以即使汤普最终选择了斯科特 作为他的副总统派大 他也只会把斯科特 当作是一个认自己摆布和领导的莫尔巴 这里呢我要再多说一句 虽然Tim斯科特 他是一位黑人参议员 但因为他平时讲话讲了太多 所以无论是他参议员的同事 还是美国的民众 对他的评价并不高 那么说完斯科特呢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 呼声比较高的副总统人选 那么这位就是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呢 刚刚退出了竞争 而且呢在他退出之后 立刻表示他全力支持特朗普 但是德桑蒂斯和特朗普 合作的可能性并不高 首先呢双方的之前的竞争过程里 互相抨击的比较厉害 第二一点呢 德桑蒂斯他这次虽然退选 但很明显他对于未来 再竞选美国总统是雄心勃勃的 因此这个时候的德桑蒂斯 应该避免和特朗普 发生过于紧密的交集 因为特朗普的政治未来 是很难预测的 在政治上与特朗普过分的绑定 就意味着你对自己的政治未来 孤注一掷 如果德桑蒂斯他想这么做的话 他这次本来就不应该参加竞争 所以他既然之前没有做出 和特朗普深度绑定的决策 那么现在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决策 下一位可能的人选呢 也是这一次 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角逐的一位 他是有印度血统的商人 拉马斯巴米 拉马斯巴米呢 在比较早的时候 就已经退出了 总统候选人的角逐 不过在他退选之后 他立刻就全力支持特朗普 而他的很多政治观点 也要比特朗普 更加的右倾 更加的保守 但这个人呢 成为这次特朗普 副总统人选的可能性并不高 因为首先 他没有什么政治经验 在初选的辩论中 我们可以看到 拉马斯巴米的很多政治观点 都是不成熟的 而且呢 他非常执迷于阴谋论 这当然会让他得到特朗普 一些最忠实追随者的欢迎 但这也会进一步加强 他在政治经验上 处于劣势的这种不利情况 所以如果特朗普选择他的话 那除非是特朗普 想把更多的中间派推理自己 在众多副总统合适的人选里 有一位呢 是政治经验比较丰富 同时比较受 共和党内部中间派 和建制派认可的人选 这就是弗吉尼亚州的 县州长 格林杨金 杨金这个人呢 他的政治能力是比较强的 他能担任竞争非常激烈的 弗吉尼亚州的州长 这就是对他的证明 也就是因为他的能力 所以他在共和党内部的 声望是比较高的 所以如果他和特朗普合作的话 那么他对特朗普的竞争实力 是非常明显的补强 不过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特朗普这次选举 他所选择的副总统人选 应该是一个对他绝对听话 绝对服从的人选 虽然特朗普现在是这么想的 因此呢 他选择杨金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那么说完这些男性的人选 我下面呢再给大家讲讲 这次有可能成为特朗普副总统人选的 那些女性的正常人物 当然首选呢是尼克黑利 当然我们前面讲到了 尼克黑利和特朗普合作的可能性很低 那么这些年来呢 美国希望出现一位女总统的 这种趋势越来越强烈 再加上拜登这边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仍然是哈里斯作为他的竞选拍档 所以共和党这边 希望特朗普选择女性 作为竞选拍档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 那么除了尼克黑利之外 特朗普的确有其他几个 可选择的女性人选 那我们先从特朗普的忠实铁粉说起 那么如果说起众议院里 最忠实特朗普的女性众议员 那么非乔治亚州的众议员 马乔里泰勒格林莫属 这位女众议员呢 的确是特朗普的铁粉 不过格林呢 他是以推崇阴谋论而著称 甚至很多时候 他在公众面前所发表的评论 让不少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会对无脑的极限 有新的认知 所以不管格林 他是真的相信阴谋论 还是只是为了舆论宣传的需要 但是对他无脑的评价 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 所以呢 我想特朗普应该不会选择格林 作为他的副总统排档 下一位女性人选呢 是现在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 斯特凡尼克 他对特朗普也是权力支持 因为特朗普对他的评价是比较高的 而斯特凡尼克呢 除了支持特朗普之外 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太多被人诟病的地方 他相对又比较年轻 容易赢得年轻选民的好感 他的缺点呢 是他的政治经验相对薄弱一些 同时呢 因为他现在正在担任着众议院的 共和党会议主席 如果他一旦参选 成为特朗普的拍档 那么就意味着众议院共和党 就必须寻找一位新的共和党会议主席 那么是否能继续找到一位 像斯特凡尼克这样 权力支持的特朗普的人选 就要画一个问号 下面一位女性选择呢 是2022年亚利桑那州州长的候选人 开莱克 莱克之前呢 是一位比较有名的广播主持人 他也是以对特朗普的忠诚而著称 因为他之前是主持人 所以莱克呢 比较懂得如何利用舆论和媒体 但是莱克的政治底蕴不足 他之前参加亚利桑那州州长竞选 虽然竞争非常激烈 但最终呢是败选了 现在呢 他又在竞争参议员的位置 但是能否取得胜利还是未知 因此如果特朗普选择他 作为副总统竞选伙伴的话 在政治实力上的加分 基本上等于零 那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位女性的人选 这也是我认为 特朗普除了尼克克里之外 最合适的人选 他就是现任达克他州的州长 克里斯蒂·诺姆 诺姆呢 他拥有四年州长的执政经验 并且在南达克他州深受选民的欢迎 他不仅政治经验丰富 而且呢 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是一位年轻漂亮的现代女性 在漂亮的外表之下 是强硬敢于担当的性格 而他的这种性格呢 在美国新冠流行期间 展露的一览无疑 可以说在美国新冠流行期间 美国有两位女州长 各持左派和右派的立场 在当时的美国政坛上光芒刺射 一位呢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说的 南达克他州的州长诺姆 另外一位呢 是民主党现在炙手可热的 密歇根州州长 格雷琴 惠特默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 再加上尼格黑利 再加上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 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很有可能会在他们四个人中产生 那么南达克他州的州长诺姆呢 应该说是现在特朗普 最合适的人选 而诺姆本人呢 也对这个提议 并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 诺姆首先有执政经验 深受民众的欢迎 他也能为特朗普 提供性别上的平衡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诺姆一直表现出 对特朗普的支持 这也符合特朗普 对忠诚的渴望 但与此同时呢 诺姆对特朗普的支持 从来没有显示出 那种偏执的程度 也就是说他对特朗普的支持 是在中间派 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 而诺姆呢 他除了在新冠流行时期 是非常强硬的右派立场 不过在他州长的执政期间 他并没有表现出 过分的机会立场 或者说呢 诺姆在他的州长执政期间 他从来没有让自己的政治主张 脱离南达克他州 民众的主流愿望 这就给人以务实的这种印象 这就我为什么说 诺姆 他是现在特朗普 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那么特朗普最终会选择谁呢 也许是我之前提到的 这些位中的一位 但也许呢 特朗普会另辟蹊径 选择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人选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本来在特朗普的身上 不可预测性 就是他的招牌特征之一 到底最后的结果会如何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感谢观看